大家都知道今年是《基本法》颁布25周年的日子 以及澳门将会迎来20周年的回归的纪念 所以我们与法务局联合一起主办 希望大家通过一些图片以及一些影像 去更了解《基本法》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透过一个剪板 简单地加上图片 去展示出《基本法》的制定、实施 以及实施之后在澳门这么多年来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对澳门有影响的事情的一个大事显示出来的 另一部分我们就有介绍到《憲政制度》 因为《基本法》是源于《憲法》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剪板也介绍《憲法》是什么 它和《基本法》有什么关系 其实《街坊总会》一直在发挥一些桥梁的作用 当时起草《基本法》的时候 我们前会长李康叔也是起草委员之一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举办了很多长的 街坊的座谈会、咨询会 就是让我们的街坊更加去了解《基本法》 未来推行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看 以及如何去认识《基本法》 其实回归之后我们街坊总会一直都有推动《基本法》的推广 无论是组织不同的座谈会或活动 我们也会渗透《基本法》的元素 目的都是希望街坊市民更加认识《基本法》 主要开放 主要开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